歡迎各位觀眾回來我們政策到事後的第二節 我們會繼續說有關法庭用甚麼準則進行引渡 當有國家或地區提出引渡時,法庭會用甚麼準則 觀眾可能聽政府經常說法庭把關 但法庭在收到外國提出的交申請時 會看看證據上是否達到表面證據成立的標準 大家聽下去顧名思義是看看證據表面上是否忠義構成罪行 這個標準就無需去考慮是否達到一個毫無合理疑點 所以其實是一個相對低的門檻 在香港我們每天在裁判法院所有案件大家都知道 基本上絕大部分案件都可以達到這個表面證據成立 一個疑犯,你一定會問,如果他行得正、站得正 他不用擔心,但就不是的 因為即使行得正、站得正,甚至乎沒有干犯過那個罪行 他去到法庭面前,在香港的法庭 他都沒有辦法提出任何證據 說自己沒有去干犯過那個罪行 你一定會很好奇 為什麼一個行得正、站得正的人 連他去法庭面前申辯的機會都沒有呢 因為一個疑交的程序,香港只是去確認 提交過來的證據,香港都能夠構成罪行 最終審訊的是在第二個地方進行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如果香港的法庭 他再去作出一些調查,再去作出一些審訊 其實對疑犯是不公平,也是浪費了法庭的時間 所以在香港的法庭,他的步驟只需要看到 是不是平面證據成立,就要將疑犯移交 最終那個行得正、站得正的疑犯 他如果要去身邊的話,他就去第二個地方 他在第二個地方的法庭裏面去身邊 那麼大家會說,如果去到第二個地方 他沒有公平審訊,這件事又可不可以去到法庭那裏 去爭辯呢?非常抱歉 這件事在現在的法律框架來說 香港的法庭是無權去處理這個問題的 因為處理去考慮第二個地方 有沒有公平審訊的呢?是屬於特首的權力 那麼法庭是不便干預的 那麼當然,你會問這件事在修改了法律之後 會不會有變動呢? 現在在政府提交出來的草案裏面 就沒有提到任何說會增加法庭權力的一些修改條文 所以根據現在這樣的草案 似乎繼續以這個草案形式通過 很大機會法庭依然沒有這個能力 就著第二個地方有沒有公平審訊的保障 是作出評估的 所以當政府跟你說 一個疑犯有法庭幫你把關的時候 法庭的確是幫你把關的 但是因為法律給他的權力是有很大的弱制 他跟你把關的能力都是非常有限的 那麼很明顯地 我們剛才也聽到 你剛才說了有關法庭和法庭上的問題 我們看到其實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看到其實印度的地方 好像也不只是今次最初 政府所提出的台灣和中國大陸 我們看到其實還有很多其他不同的國家 就是撇除最初二十個月 和香港有印度協議的國家和地區 嗯 我試試這樣解釋一下 在現行的條例下 香港已經和二十個國家和地區 簽署了長期移交安排 那麼在這個修訂通過之後 除了這二十個國家 世界所有的國家或者地方 都可以和香港要求移交這個通販 那麼舉個例子 伊朗 北韓 和阿富汗這些地方 都可以向香港政府申請 就是要將一些疑犯移交給他們 那麼你會說很好奇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呢 因為呢 現在政府它提出來的那個修訂呢 就是說呢 任何這些地方都可以用個案的形式 和香港政府提出要移交套法 那麼所以呢 現在呢 就並非只是說將人呢 可以送回大陸 而是全世界呢 所有地方呢 都有機會呢 可以向香港要求移交的了 那麼至於為什麼 我們經常在新聞上 都只是聽到說 說起一個內地台灣的呢 那是因為呢 那個現行的逃犯條例裡面呢 寫得很清楚 就不可以呢 將香港人呢 送去內地和台灣的 那麼 那麼 因為這個修訂呢 正正就是要將這個 這樣的條文呢 刪除了它 那麼所以呢 我們現在呢 很多時候呢 報章傳媒呢 說的呢 都是說內地和台灣 但是呢 現在那個修訂呢 整個那個整體效果呢 就並非只是集中內地和台灣的 嗯 那就是 其實在任何地方 就算 包括你 就算我講到北韓 其實北韓都是 可以直接提倡 說某某人去 不知道犯了什麼罪行 然後 然後它表面證據成立 就會正如現在 在北韓都收拾 是的 沒錯 政府呢 它經常都再強調一件事 就是說呢 它會把關 法庭都會把關 但是呢 我們必須要考慮一點的 就是說呢 這個世界很多地方呢 它跟香港要求交人的時候呢 這樣一件事呢 都可能要看看那個國家 是否和中國呢 本身是有友好的關係的 那如果譬如這些國家 和中國 有一個友好的關係的時候呢 那當然啦 香港政府它會說自己會把關 但是如果這些國家和北京 是很有友好關係的時候 它向香港政府 提出要求的時候 香港政府 又是不是會 夠膽一下就拒絕呢 那如果不是的時候 那我們就要問清楚了 為什麼我們呢 明明呢 一直以來呢 都有立法會 幫香港人把關 看看第二個地方呢 是不是有一個公平審訊 有足夠的人權保障 才決定呢 和第二個地方去進行 這個長期以交安排的 但是呢 現在呢 沒有了這些這樣的保障之後 立法會喪失了的功能 那還有什麼人去幫香港人去看看 第二個地方呢 有沒有這個公平審訊呢 那當然呢 政府它經常就強調說 將這一部立法會 它的角色呢 剔除是有一個根據的 因為呢 經一些個案形式的移交 將這個疑犯的情況 在美國去立法會討論的時候呢 會將這些消息呢 就公佈了去傳媒那裡 就驚動了那位圖版 令到他呢 就投資要要 但是呢 那個問題就是說 有很多的方法呢 是可以避免這種情況的 例如呢 我們可以將那個 立法會的拘捕權呢 在一個外地的政府 政府一提出 說要申請移交的時候呢 就已經可以立即拘捕那個疑犯呢 又或者我們去到這個立法會 討論的時候呢 是閉門聆訊 那也是可以處理到這些 驚動逃犯的一些憂慮的 所以呢 政府呢 其實呢 要將立法會的角色呢 輕易這樣剔除呢 其實是將香港人一個很大的保障呢 去頂走的 嗯 我們看回原本其實是 如果要有這類的情況 就是要通過立法會 是的 沒錯 進行的 就是因為政府議案的形式 這樣就 經過所謂立法會的票 然後就 就是立法會的通過 然後就 可以進行移交這樣 是的 我們看到其實在這件事裡面 其實通過立法會 也都很明顯處理到政府 政府最初所說的 潘曉榮案 嗯 其實我們看到 其實政府是不是 這次這樣 其實是多次入居的呢 如果針對台灣那次的 嗯 針對台灣的個案呢 其實呢 政府的那個修例呢 都有一句道理起動的 因為言行的法律呢 就不可以呢 將人移交去台灣 但是呢 我們香港的社會呢 包括大律師工會 他兩次發出的聲明 都說到明了 其實呢 跟台灣去進行這個移交安排呢 其實大家就沒有什麼 需要擔心 也都是樂意接受的 其實現在大家最害怕的呢 就是跟內地有這個移交的安排 其實呢 如果要針對潘曉榮這個案件的話呢 政府更加應該去處理的 就是說呢 將那個爭議呢 去減少 將那個修訂呢 集中呢 是跟台灣去進行的 如果這個政府 它強調是說呢 要去堵塞其他流動的話 其實呢 現行的法律呢 一直以來呢 都賦予政府權力呢 去商討一些長期的移交安排 它要去堵塞漏洞的話呢 它一直都可以去做的 根本沒有需要呢 說它特別收留 那當然啦 政府呢 它就說呢 是應該要跟內地去進行這個移交安排的話 現行的法律 因為明文呢 就寫到明說 禁止跟內地進行這個移交安排 那所以呢 就不能跟內地去商量這個長期移交安排 既然是這樣 為什麼政府 不可以 一方面又說不可以做長期 一方面又可以做短期 做個案認識呢 其實呢 如果政府認為呢 已經跟內地是適合進行一個個案認識的安排的話 其實它更加應該去做的呢 就是進行一個長期的移交安排 去等香港人呢 得到一個充分的資訊先 知道了 究竟整個內地的一個框架是怎樣 怎樣保障香港市民的 直接談一個長期的移交安排 才再去香港人說 要將人移交上內地這樣 那如果是這樣 整體來說 其實今次政府都是應該要針對台灣先 是的 沒錯 其實呢 針對台灣呢 一方面台灣人不會說有一個反感 第二方面呢 香港社會普遍呢 都是支持這個方案 由始至終 政府呢 它都沒有提出任何的理據 究竟跟內地去進行這個移交安排呢 是有些什麼迫切性的 如果它是沒有一個迫切性起到的時候呢 為什麼它不首先跟台灣去進行這個安排呢 既然跟內地沒有迫切性的 它便再從場計議 作一個充分的資訊 而不是只有20人 那樣 就已經要令到香港人呢 可以送去全世界不同的地方呢 去面對審訊 如果 政府對一個無迫切性的地方 內地 是這麼有信心 可以說服到香港人 是可以移交的 那它便做一個長期的諮詢 讓香港人可以充分地去表達意見 嗯 嗯 其實我們看到 這次的資訊只有20人 那看到政府其實 會不會是有意在這個立法年度 即是7月之前都更好呢 我相信呢 這個是政府的其中一個打算 因為呢 首先 這個逃犯條例 就著香港不能夠移交上內地這個保障 已經存在了20年 要20天呢 但是諮詢就要決定 是非常之不合奪 也都是不足夠的 相信呢 政府是為了快刀斬亂馬 擔心可能一旦延場呢 可能影響到11月的區議會選舉的選情 所以它有這樣的速度的打算 那整體來說 這件事是絕不理想的 嗯 那很多謝你 李大佐這樣就 接著RTV的訪問 這樣也很感謝李大佐說了很多 有關今次條例上的問題 好 這樣我們節目今天到此為止 多謝各位 再見觀眾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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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